早晨好,现在是早晨8点01分 我现在是在陕西兴平县茂林服务区 早晨醒来以后尝试打了两次柴油锅炉都没打着 看来是现在外边温度比较低呀 昨天大亿了,应该加一点-10号柴油的 不知道现在前车能不能打着啊 起床啊,穿衣服啊,尝试一下 哎呀,好冷啊 这会儿手机天气预报显示现在是零下7度 装车里这会儿是零度 尝试打一下车 我去,打着了又灭了 看来柴油是劫辣了 大亿了,大亿了 清岭以北,不管怎么说,还是至少得加点-10吧 这咋办呀 车油锅炉打不着 发动机也打不着 这事儿整的,哎,先烧上一点热水,洗两刷牙吧 一化气可以,可以取暖,可以烧水啊 烧了,在这儿烤烤手 哇,这个热水,看着就太爽了 哇,现在我试一下用空调制暖,效果怎么样 空调开机,中间这个是模式 启动了5分钟,怎么一点热气都没有啊 现在的用电量是1.1000瓦 它这个用电量是缓慢提升的 但是怎么没有热分呢 我昨天晚上停的这个地方是个阴面啊 要是停在阳面太阳晒一晒 温度也很快就升起来了 现在是稍微有点热气出来了 但是用电功率也是达到了1500瓦呀 还没有我这个卡式炉来的热量高啊 看来空调制热还是不行 这个热量比起柴短来差远了 还费电,关掉吧 声音还大 这个分散它使劲的转呀 使劲的山呀 现在温度升高一点零下4度 显示10点钟会到零下2度 11点零上1度 10点钟差不多就应该能打着了 水开了 先喝点热茶 再等待半个小时咱们再试试 杯子先温一温 别烫炸了 终于打着了 9点40 哎呀终于可以走了 玻璃上全是冰花呀 擦一下能看见路开到前面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去 这感觉是像在开坦克呀 150米后右转 面对着太阳亭 这个大火车可能也是打不着了 给发动机晒太阳 晒着太阳还是挺舒服的 在我印象中西安附近没这么冷啊 可以了 视野现在基本清晰 关掉卡式炉 关上燃气房 现在距离襄阳还有510公里 5个半小时到达 前面有一个服务区 洋庄洋庄服务区 这是长安区境内的一个服务区 进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西安美食 想吃肉夹馍了 这服务区怎么看着有点萧条呢 不知道餐厅营业着没有 餐厅营业着吗 这个餐厅布置的挺好的 肉夹馍有吗 有了 嫁给肉夹馍 就通过来肉夹馍嘛 知道 肉夹馍拿回房车吃 喝我的八宝茶 哎呀 车里晒一晒感觉好暖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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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